在公元前四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轮子,并且在公元前3300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车 2000年以后,殷商向中国西部的游牧部落学习了车辆的制造技术 甲骨文中也有了车这个字 被驯化用来拉车的马匹也用尸骨证明了这一相同过程 考古学家在中亚哈斯克斯坦的波泰遗址发现了大量5500年前的马骨 这些马匹向东行进的下一个地点,又是4000年前的甘肃齐甲平 在殷商早期的遗迹中,考古学家还找不到马骨的踪影 直到攀更牵引后的安阳,马匹与车辆在一起的壮观景象,才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文明的渐进发展的过程也同样适用于对文字产生的观察 如果我们把古代美索不丹米亚的文字,三星堆古蜀国文字,云南青藏的东巴文字 贵州赤水的水书文字,河南二里头的象形符号,与后来盛雄于殷商的甲骨文字放在一起 就会看到文字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交流和渐进的过程 整个殷商时代的前期,就是所有这些文明成果不断汇集融合创造升级,走向成熟的过程 是中原数千部落逐步进入永久定居的城邦时代的过程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我们希望在帝王将相的道德史叙事之外 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场景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东亚大陆出现青铜与西亚文明的传播有关 这些文明成果先是在中国的西部落脚 然后传到了中原 这一现代科学和考古发现确认的结果 并不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史观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东亚大陆的西部相对于东部中原始终是落后的 边缘的、从属的被扁持的 但这不过是因为中原王朝掌握了历史叙事的主动权而已 实际上即使是农耕文明 东亚中原以南的江淮地区 种植业的兴起也比中原要早得多 在青铜时代 东亚大陆、西北、西南土地上活跃着大量的部落 无论是马匹驯化还是车辆的制造 无论是金属工具还是兵器的铸造 战法的发明都曾经是领先中文的 西北的甘肃齐家平 承批发现的青铜器中没有礼器 只有青铜的工具和一系列兵器 这些推进了中原文明进程的刀、奔、枣、锥 代表着最纯正坚实的青铜文化 这世界很酷